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拍戏和制作新专辑 安西亚这一年来过着控制饮食的生活 不能吃咸酥鸡 连奶奶都好像有点缩水了 真的是为工作牺牲很大 我就之前在 还没发片的时候我就已经觉醒了 就是开始控制饮食 然后让自己状态或线条可以变好 所以从之前就开始 然后到现在就是要发片了 所以比较不会就是临时爆火脚的感觉 之前提到新专辑唱腔改变 安西亚也特别曾经是舞曲唱的方式改变 还要大家好好期待 显得相当得意 这次舞曲真的很强 但是可能也不能先讲 劲爆劲爆超强 舞蹈超强 强漏歪尿 所以的意思就是说 以后也不要说又是拍戏又是录音 然后还要练舞这样 对 而且我觉得大家看到那个舞曲的时候 大家要很佩服我 就在我这么忙的过程中 我还可以把舞跳那么好 真的吗 我所谓的那个改变唱将是在舞曲的部分 然后就是声音有比之前更有态度 因为我抓到了一个很适合唱舞曲的一个共鸣 对 显到与其他人的舞台 就要发片的新专业 动身子完全不不住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 忘记关瓦斯 因为那个 我觉得那个喜剧节奏还蛮 就是蛮好的 就是你有没有关瓦斯 有啊 然后就爆 就很喜剧 所以 这次跟我子一起拍这个短片 我觉得还蛮开心 因为我很久没有演这种喜剧了 就是喜剧魂燃烧了 要拍戏 还要发新专辑 同时还要拍搞笑短片 安静呀 真的是越来越实相全能啊 一听一听 采访报导